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奇秀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19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还是给大家分享传奇集的玩具 电影第一集传奇集的Brown 他叫轰天雷或者导陆朋友称呼他为丑闹 其实这里讲一个小彩蛋 在电影第一集刚播出的时候 他在出场的时候下面打的字幕 把他的名字应该是写成了Devistator 就是大力神 工程合体的名字 那之后的话才把它改成叫做Brown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 其实我记得应该是四五年前吧 其实我已经有做过了 那个时候是一位大陆的变形金刚 也是开箱的同号叫大兵 他其实当时也送了我这个玩具 那所以我在把玩这个 李宗盛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个很熟啊 是不是之前已经有朋友送给我 确实我就把它翻了出来 那这些大兵的话 他有做过一些墨线跟一些补墙的一个涂装 那两者的话应该是同一个了啊 那大具体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一次这个文杰哥借给我的玩具呢 这个好像是黄化的比较厉害 对不对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有点褪色的感觉 反而是大兵这款他有上过墨线的版本 似乎反而变色的情况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啊 不过无所谓 那这款玩具的话呢 作为李宗盛的玩具 他有一点比较厉害 就是他的这个头是可以转动的啊 难得有这么小体型的玩具 头是可以转动的 面雕做的也还算相当可以啊 那背后的话呢 就刻画比较细少 手上呢有一门炮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这个炮呢是可以翻出来 但是发射的方向不对啊 发射的方向不对啊 它是转到上面去啊 所以这样子变的话 它会变成是一个天线的感觉 那所以这个炮的话呢 我们就不把它给 就暂时再把它给变回去吧啊 那玩具的可动度的话呢 也就这么回事啊 这个外面内收益有 这点是比较意外啊 其实它本身的站立性也不错 以0级的玩具来说 这款是真的是做的相当的可以啊 特别是它的坦克形态 会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这个变形过程啊 这个部件往上翻 两腿的话呢 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然后呢 这个脚掌往前推 然后这个做一个合并 然后呢 两个胳膊的话呢 是往中间做一个集中 翻过来 这个炮的话呢 先把它给翻出去啊 然后呢 往中间做一个集中 这里 这个关节 把它给推过来 到上面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 转过来 把它给推上来 再做一个组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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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绿色的一个坦克车啊 我个人很喜欢 它的一个载具的形态 以这么小体型的玩具 然后呢 它的炮塔是不能转动 这点比较可惜 但是上方的这个 特征还是有 这两枚的 这个是什么 什么炮弹的 在电影里头 被Jazz给一脚 给踩下去啊 那炮的话 上下可以伸缩 那滚动性是 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啊 这个这个坦克推起来的 感觉还是非常的不赖的啊 那我们的话呢 也把另外一款的话呢 也补过色的呢 做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一个小变形好了 这样推过来这里 把它的这个部件 应该是转成这样 这个脚放进去 这个很非常非常 疏压的小玩具啊 呃 然后呢 我最近这几期呢 在做这些 呃 力竞级的玩具的话呢 蛮常看到大陆的 同好朋友会留言 说小时候啊 什么买过它的盗版啊 什么的 呃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这种小型的玩具的话呢 做个 做个山寨是非常非常的 简单的啊 然后我就想起 其实我呃 刚入坑的时候 09年刚入坑的时候呢 我还在 还在大陆工作 当时的话呢 我也是没有 没有那么认真说 想要投入 变形金刚的开箱了 所以当时我也买了 很多的山寨 很便宜的一些玩具 那有一些关节上啊 可能会做一些简化啊 然后 呃 会做的比较肉一点 这些的啊 但是呢 他们都起到了一个 推广 就是变形的那个 IP的一个作用啊 这个就成为我说的 我当时可能因为 一个19块钱的 人民币的 一个山寨玩具呢 后来我入了 几十万的正版啊 所以你说 这个 这个盗版的东西 是不是完全没有 必要存在呢 嗯 这个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啊 在没有补色的情况下啊 确实是比较素一点 好的 是一比较这番大兵 还是比较认真 你看到铝带一部 把它涂成黑色啊 这样一样轮胎 就显得更加的明显了啊 好吧 那么这款 力竞技的这个 轰天雷 吵闹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啊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那陆续还有很多 很多 还有一些力竞技的玩具 那我会插一个空档 那这段时间 真的是比较忙碌啊 再次跟各位说啊 那就请各位多多包涵 啊 又跟大家分享这些传奇机的小玩具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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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